说有一个学生要考我的研究生 傅老师介绍的 今天要来听课 下了课呢再给他讲一讲 他现在没见到人 什么型这么大脉头 约的是十点半 你现在都快十二点了 你对这么不守时 也能接受 得得得得 我就是不等人 我今天也不想拍照片 我饿了 我要去吃饭 回头跟傅老师说说 这么没有时间观点 学生踢了得了 考了你研究什么 没错 请问 这是陆陈希副教授的讲座吗 是啊 但是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 这江陵一大 跟迷宫似的 我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你就绕的 绕着绕着 你就找到出去的路了 我刚也担心 我找不着出去的路 不过我想 我总能绕出去的 你还挺能顺杆爬的你 你就是那个 胡 胡 胡 我叫胡哥 我是上海来的 您就是陆教授吧 对不起啊 我就是迟到了 不过见到您 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看你别叫胡哥 你叫糊涂吧 我哥叫糊涂 这人和新人的质量 真是越来越差了 就这个 王丰教授的高材生 我考你研究生差不多 陆教授 老师 您照研究生吗 我考您的行吗 行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叫大哥 别叫老师 大哥 大哥 只能小声叫 大哥